那么每年的CES呢 有大量的以显示为主的厂商 都把自己最厉害的产品带到这里 那么今年TCL给大家带来的是QD Mini LED 他们最新最好的产品 像我们在身后的这一块电视 它颜色的这个展现 还有它在环境光下面的这样的种 比如说在墙的太阳光下面 它的显示的质量给到人的视觉的感受 会和真实的视觉非常非常的接近 所以这款QD Mini LED的产品 也是今年TCL的一个重点的 一个推广的一个产品 而且它获得了德国莱因TUV 我们真实视觉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认证 那么这个认证其实它的考验的难点 主要就在色彩还原的色彩空间度 还有就是在环境光音响情况下 它能够给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真实视觉体验 是否依然表现非常出色 所以在这些点上面 TCL作为我们中国的显示方面的一家顶级品牌 他们一直在致力于给用户带来最好的产品 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石头科技的展台 然后石头科技今年带来了两款非常非常厉害的扫地机器人 而且这两款产品获得了我们德国莱因TUV的高效边角清洁这样的认证 其实高效边角清洁是一个扫地机人一直非常难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难题 而人工智能的不断迭代 帮助这样的产品更好地完成这项任务 所以这两款产品我们看到是Q-Revo Max V和S8 Max Utra这两款产品呢 他们是可以做到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什么样的一个强的效果呢 它对于边角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清扫距离 可以接近到1.85毫米 1.85毫米 这可能对于一个直角或者是一个顿角这样的一个边角来说的话 人可能都是清扫不到的 而且它在边角的这个清扫的面积 可以做到像这一款是98.8% 而那一款可以做到100% 所以这两款产品可以说是把扫地机人在边角清洁这样的一个非常ish 这样的一个point上面带到了一个我认为非常高的一个高度 这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在家里面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然后扫地机人已经可以把我们的边边角角都清扫得非常干净 然后再继续点对于一样的一个桌子 再继续点减 所以我们能够和那个址前面躺在一起 然后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地方 然后再继续点减 然后再继续点减 以后再继续点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